这个视频带大家看看现实版的傅春山君图 现在过了这个桥便是铜州岛 铜州岛是为傅春江的江西 由桥相连 我们先去铜州岛的江州村看一看 烟雨铜州 就铜鲁是吧 铜鲁对 过了桥 像岛上还挺宽的 这个岛就像个眼睛一样 儿子哥女你们看这个岛 就像个眼睛一样 那边是什么 我看我选的就是江州村 这也是一个就是像湖心岛 这边有樟树公园是吧 反正图咱面对着 现在这就是江州村 那大樟树那怎么在那樟树公园调个图 这儿吧 跟那个照片一样吗 千年古章 但是我们在那个在傅春江什么国务馆 对 发现了这么一个 1010年的一棵章树 就下去看一下 哇 这是千年的老章树 高大 1018岁 哇 真够粗的 哦 就这边烧火 哦 这块你看都搭了地了 就这块 哦 真香 哦 就这样了 你看 这树古章树已经有1015岁了 依然枝繁叶茂 生机盎然 这个巨大的树洞 是当地居民为了烧回马蜂窝 不小心将树烧成这样的 这个方向有点溺光 我还是挺好看的 现在是下午3点多了 我们先找饭吃 茶库是什么 是饭馆吗 它有闯菜牌 我看一眼 他好听见哦 你去看 傅尊庆上的一个岛 一个大岛 四面浑江 有桥乡的呀 在这里准备吃点饭 住宿吃饭 看 江州村 红炉香 炒肉 这青椒炒牛肉 这是米饭 来 盛吧孩子 你们俩盛 哇 好香 这我自己家里吃的 哦 过年的吃的 这一身是一个 那菜很香 就是农家的猪肉 豆皮里边有那个肉馅 我觉得是 现在的飞机的 轨迹也挺漂亮 吃饱喝足 继续在同州岛上转一转 浙江的农村是挺酷的 是吧 我跟他们的人勤劳 聪明 好有关系 再加上它 就有一个得天独合的地理位置 现在停下车 准备去看看地里的油菜花 看这里的油菜花 刚刚冒出点劲儿 开了一点点 还没有盛开 有棵柚子树 然后这块 躺着一只小狗 柚子树上 结了好多柚子 都掉下来 小狗 咱们把江浙人的后花园找到了 真田园啊 还有鸭子 这也挺好的 这 露营啊 啥子 划船 这就是那个叫什么 蜂羊林 咱们不管我去看看 走 走 这一片树林真好看 是这种 翠绿色 没有人为的痕迹 自然生长的树 还有这些青草 非常美的景色 浮春江上的船 这还是属于 新同乡江州春 对 沃春山基图样板区 新时代 这叫蜂羊林 蜂树的蜂 羊树的羊 对 蜂羊树 羊树的羊 大概查了一下 它好像就是它的果实 像蜂树的果实 嗯 叶子呢 又像羊树的叶子 但它是好像有点垂着长的吧 没见过 这只是刚才查看一下 对 它这有这栈道 可以在这散散步 挺舒服 刚才在那个 沃山博物馆 都特意介绍这片蜂羊林 这应该秋天应该最美 我觉得 嗯 你看那树干多原始 对啊 就倒在地上 真好看啊 现在是2月17号 你看草木都这么绿 这还是另一种树 那树皮都不一样 对 还长得好 哦 还有牛呢 好玩 谁牛咋牛啊 真牛 一共三头牛 这人叫这村民放的吧 这真是悠闲 这还有牛 牛在这吃草 我们把它寄它 这是南方的水牛 好好看啊 它这光 好好看啊 好看 真是那条毛毛 悠闲的吃草 它好像这块就是过了这个岛 那边就不是梁县了 就出了这个区域了 你知道吧 我徘徊在虚实至今 正孤单藏起梦里 现在就是在福安江上 在福安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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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啊 这块 你看它就是这种彩色画在乡村公路 这是被福安江所环抱的一个小岛 这是猪吗 是黑的 是吧 哦不是 在这可以野餐去 这是人家家自己田地都弄的做 是不是人家 哦不是 我家不是 你看这停车 哦对对对 这转移能走下去呢 你看 停车在这可以 标游 太田园了 这个是十百桃园 这块是吧 嗯 这点发现的不错 嗯 我们出岛咯 好漂亮啊 黄昏的福春江 嗯 你没法停 没法照相啊 对 孩子们 你们看那个江水 但是没往那边看 你看那颜色 这不就那幅画吗 黄公望的画吗 这是它最漂亮的那一地儿 应该是 当年黄公望 它只能走路或者行船 可能把这个风景记下来 就慢慢回去画 哇太漂亮了 哦 太漂亮了 就像画一样 就正面这身最漂亮 那这样来两辆车怎么办呀 嗯 大家慢慢让 因为这小房子很可爱 眼前的景象 便向欣赏真正的 恍顾旺的福春山居土 远远的带色的群山 进出的村落 小房子 农田 构出一幅多么静谧的山水画 让人沉浸 让人沉浸在其中 不能自拔 现在是西阳西下的黄昏时分 我们仿佛就是在这真正的福春山居土的这幅画卷里 慢慢的在欣赏 慢慢的展开 美景 就在我们周围 就在眼前 好美啊 好美啊 确实 美景 沈云春的那些人 中文字幕 文字幕 李宗盛 还是这边好看是吧 还是绕了一圈吗这小房子 咱是一直在往这边走 那边房子两层都有是吧 咱们没有走回头路呢 您那边的民居特别有生活型 打造县态吧 富春山居住 真挺好的 它这路修的真挺好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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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